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欢迎你们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欢迎你们 下午好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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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下午好 你好啊 石雅 小女朋友还没起床 我们昨晚睡得有点晚 去忙工作了 所以睡得很晚 你们好啊 谢谢关注 刚才起来 你们都在上班了吗 我爸我妈没有 时间太久了 不是一时半会儿 不够解决的 怎么现在直播 就想着下午给大家直播聊一下天 点点赞 哭了吗 没有啊 刚刚起来眼睛有点肿吧 下午好 你看他买的那些娃娃 我真的服了 小子 对我妈不愿 不原谅我父亲 做儿子的 唯一能做的肯定就是让家人团聚 不是说那天请你爸妈吃饭 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视频 可能没有看到是不是 你们 不工作吗 我今天今天不上班 今天不工作 我开了一个店 一个餐饮店 今天不用去 慢慢来 嗯 好好说说妈妈 我妈又没有做错 怎么说她呢 是不是 我只能劝 我说 毕竟都是一家人 希望爸妈能够和好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劝他们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看到你发的视频是 昨天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自己住 然后我妈跟我妹妹也是自己住 我爸他这次回来 我我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他可能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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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想撮合一下他们 我带我爸去买了花 然后我把我妈叫回来吃饭 还有妹妹 结果我父亲 结果我妈转身就走了 你们也看到了是不是 对 我妈不想原谅我爸爸 毕竟十年了 十一年准确来说 我父亲都不在身边 这十一年都是我们自己这样子过来的 我也 走了很多地方 发生了很多事情 遇到了乱七八糟 形形色色的人生经历 然后现在我也长大了 我也28岁了 我爸就回来了 其实以前呢 我也不愿意原谅他 说实话哈 我觉得 我也接受不了 但是在去年前年我就想通了吧 其实人生除了生死 没有什么大事 毕竟都是一家人 那个时候我就想好 我说 如果有一天他能回来 那还是接受 就好好一起过日子 就好了 但是我妈的话 她释怀不了 你们能理解吗 家人们 我妈她释怀不了 她觉得 她自己的男人 自己的老公嘛 这么多年 对吧 在外面 其实换为思考 很多人他肯定都接受不了 是不是 我爸也年龄大了 我妈 我爸多大了 我爸都 61岁了 只是看着稍微年轻一点 以前我 她走之前 以前我们家确实很有钱 在我们当地的县城的话 我们是做那个林矿生意 还做木材 确实条件是挺好的 在以前 对 63年 对 我爸是 63年 所以说 她现在就不 不原谅我 我爸爸 我妈妈 然后她 本来就生着病 她之前 就一直喝8加1 然后得了那个什么 你们也知道 那个什么印 我 送了三次医院了 而且 真的 很严重 所以我就觉得 经历了这些生与死 我就觉得 真的 我能原谅一切了 我能释怀一切了 只要父母在身边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比什么都真 比什么都重要 我宁愿 不要挣很多钱 不要过得有多好 平平淡淡的 吃穿能够搞定 不愁就好了 一家人在一起 这就是我现在想的想法 所以其实我也变了很多 我的心态 我的性格 我也不再纠结很多事情了 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的母亲 对吧 如果 该怎么办 那倒吧 今天社会 亲亲爱情 有钱 没有人币 谁也不行 人民币确实很重要 但是钱这个东西 我们是拿来利用的 而不是被钱这个东西 奴役的 不是被它捆绑的 如果你觉得钱很重要 可能是你的要求太高了 可能你想过得有多好 物质条件有多好 我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爸爸早些年呢 就在单位里面 早些年 他做过 其实还挺好的一些单位 在我们的乡 当过那个 我不能讲 然后在我们马边的那个 人 什么大里面 对 都那个 后面就经商 经商 然后有头脑 因为他那个时候 大学毕业嘛 大专嘛 但是我父亲 那个时候的大专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有没有懂得叔叔阿姨 就你们在那个年龄 大专是不是 我爸六三年 他那个时候读大专 是不是 也 挺不错了 还可以了吧 然后就参加工作 参加工作后面就 后面就自己经商 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 我的家里条件是比较优越的 然后那个时候 嗯 62年 好的 叔叔 然后我爸那个时候就 我十岁以前 我都在乐山上学 在乐山的一个贵族学校 那个时候 07 067年 我记得 06年吧 我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学费就 两三万一年 我记得很清楚 我说的都实话 叔叔阿姨 然后那个时候 家里开着 我爸爸开着一个 车叫 呃 猎豹 还是桑塔拉 反正这两个好像都开过 那个时候我年龄小 我不懂 他们俩离婚了的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 你是什么族 我是姨族 所以现在的话 只能慢慢来吧 我觉得 帮我点点赞 家人们 我准备 哭了吗 没有没有 我刚起床 我准备明天去找我妈 我在想 我怎么说服她 你们能给我提一下意见吗 怎么去找妈妈 怎么去说服妈妈 毕竟一家人 帅 帅什么 都老了 帮我点点赞 谢谢 把衣服穿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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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 好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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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去找我妈 我妈那个脾气 你们也知道 经过不让须眉那种性格 就当然是一个形容词 因为小的时候 她不认识自我的母亲 但是她从小就 把家里打整的有条有序的 就不管是生意上面各种 像个男人一样的 就又当爸又当妈的 对 爸爸出去十年 挣钱没有 这个我没有问过 这个我没有问过 我爸是以前 帮别人背债 被别人骗了 所以不想年累我们一家人 所以才出去待乐那么久 他觉得对不起我们 其他人吧 劝妈妈接受你爸 教她给一个完整的奖 我明天我准备去找妈妈 我在想 我怎么跟她讲 你们有建议吗 就是家人们 你爸也可怜 真的 我爸确实 你们也看得出来 在视频里面 他人不坏 人很好 聪明 老实 对家人好 就是被 别人